各位聽眾你好,我是梁煙成 跟大家分析一下世間的事情 最近在美國發生非常厲害的暴動 無論是暴動者或是鎮壓者的暴力 都是令人目瞪口呆的 回想我去美國讀書的時候 當時是列根的時代 以前我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 是通過讀書了解的 例如研究希臘哲學、中世紀的思想 近代西方的發展 都是由讀書中了解西方的精神 直至到美國留學 才正式經歷到西方 特別是美國那種西方 那個年代 列根時代 美國的確是盛世 那個時代不單止經濟進步 國家強盛 而且是在越戰之後 重建他們的自信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那個時代的發展 就是因為美國重新找回他們 建國時候的精神價值 就是他們的基督教信仰 在那個時期是相當的強大的 所以引人之間多了一種謙卑 一種的慈愛 一種的寬容 所以當時我記得 在美國去那些旅遊區走 一路沿途走的人 都會大家打招呼 那這個是一個 即是他們的一種四海之內 街兄弟也那種的精神 那我們香港 不會在街道 是人都打招呼 因為人又很多 香港的經驗 人與人之間很有距離 但是到美國 人與人之間都有一種 彼此的尊重 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愛的精神 所以我對美國也有很深刻的印象 後來就回香港 教書之後去加拿大 當時經歷的加拿大 都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自由 又有一定的精神的國家 但是這幾十年在北美洲 我的經驗就是 看著他原本建立的那種精神價值 是逐步的衰退的 那就一種特別是 當這個Bill Clinton 開始 在克林頓總統之後 就開始對那種社會的道德 開始越來越 有自由主義的思想 就不太重視那種道德 或者詞愛的精神 更重視個人的權利 就是人喜歡怎樣就怎樣的思想 同期間就是後現代主義 歐洲的興起 後現代主義的特色精神就是 是每一個個人 是有他自己的看法 沒有一個是絕對代表真理 這個說法是對的 沒有人可以代表真理的 但是當沒有人可以代表真理 可以有兩個方向去想 一個就是如果沒有人可以自認為真理 人就要謙卑等上帝來判決人間的是非 這個就是基督教精神 但是另一種就說 如果沒有任何真理 所以我們不用理任何的道德 或者善良的要求 每個人喜歡怎樣就怎樣 可以過自己的生活 過自己的生活 以至到後來就可以用任何放縱的方式來生活 所以當時法國的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家 李奧泰 他就特別提到 就是一種平衡的思想 即是互相並行 你有你,我有我 我不理你,你又不理我 我們不需要有什麼共識 我們只要各自我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 成為一種後現代的思想 到美國就到布殊總統的時期 因為拉登的襲擊 就無端端就打了一場仗去打伊拉克 讓美國的道德形象受到很大衝擊 因為原來他說伊拉克有那個大殺傷武器 原來虛假的消息 無端端滅了國 而且根據到2007年的一些研究的統計 因為是因這場戰爭而死的人 達至100萬 不是直接打仗死 而是戰爭造成亂局之後 以及恐怖豬的襲擊等等 是死的人相當多 但是原來並不是 這個道德的要求 就開始被質疑 慢慢地走向道德的衰退 所以就相對主義運行 到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已經是一個相對主義的時代 你有你我有我 沒有什麼共識 我認為我對 你認為你對 最後就是一個權力鬥爭 我認為我對時候 我權力大的人數多 我就贏你 我就脅迫你跟從我的思想 我們今天也會親身經歷到 當一些撕裂性思想的社會發生 有些人就把自己的觀點代替了上帝 認為自己其實所說的是最後真理 對不同觀點的人是極度侮辱的 我很難想像今天 為何可以去侮辱不同觀點的人呢 只要他的政見不同 你就要把人的品格摧毀 這就是今天的一個令人覺得很奇怪 而且是沒有真正的民主精神 尊重人精神 也沒有愛的精神的一個時代 更且理性根本就不說了 在乎我手上有沒有權 或者我的群眾是不是多 我又沒有武器可以搏你 那面對這個這個時代 一個沒有什麼真理可言的時代 他怎麼回應呢 我看看耶穌基督 當他開始出來 叫門徒到處去 把天國的信息傳開的時候 包括他到處都行義能 有神跡歧視 但那些人都是沒有悔改的 所以耶穌都說 那個時代 就是好像你做什麼都沒有人理你的 我向你吹笛 你們不跳舞 我向你們舉哀 你們不吹空 耶穌就表達過這個時代 那就是人已經對善良的美好的人沒有回應 甚至當他到處有這些重大的工作 甚至當他到處有這些重大的工作 連他的先鋒施洗約翰都派人去問他 你是不是我們等那個 那這個時期 真的連一個應該最了解他的人 都有點懷疑他做的事 那在一個這樣的情況之下 耶穌基督的回應是怎樣呢 那很奇怪 他這個時候 他還有一個很深的祈禱 這個是根據馬大福音第十一章 第二十五節 耶穌就說 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些事 向聰明通達的人就藏起來 向嬰孩就顯出來 父啊這句話就是 人和上帝的交往是一個親情的關係 上帝不是一個高高在上 只是很嚴肅的主宰公義的上帝 他是我們的天父 是有親情是有愛的關係 而愛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在最艱難的時候 人人都懷疑他 甚至侮辱他的事 他卻祈禱的時候 天父 父啊 是一個親情關係 天地的主 那就是說 其實你是掌管一切的 所以一切在你掌管之下 讓我感謝你 就是說 遭遇艱難的時候 我仍然感謝你 因為我知道你仍然掌管 而你和我是一個愛的關係 那我不在乎人家怎麼看我 而是我能夠將你的愛 盡我能力在地上做出來 那麼他跟著說 你將這些視像聰明通達的 然後藏起來 在嬰孩就顯出來了 他說上帝其實 他的最高的道理 那種無條件的慈愛 你今天剛才說 沒有人相信 即是就算我們到今天 你要愛閒先 幫那些沉浸起 你以為自己公義的 以為自己代表公義的 那些人的心中 他不會相信 慈愛是最重要的 他覺得我們要執行公義 而且以為我對世界的判斷 代表了上帝的判斷 代表了我是代表公義 那我覺得這是最可怕的事情 一旦你以為自己是代表上帝 以為自己是最高公義 那你就代上帝執行公義的時期 就有很多暴力的語言和暴力的思想出來 人一定要在上帝面前謙卑的 就是你要知道自己不是代表真理 對事物的解釋 不是具有最後解釋權 真正的事實的真相 不是我們今天 我們拿到的消息 就以為是真相 因為各種消息 今天在網上都是經過剪裁 都是有政治的後面的宣傳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理性去明白 甚麼是事實的 如果我們沒有理性 基本上這個時代真的沒有理性 人就做甚麼都可以 說甚麼都可以 所以耶穌基督說 你將這些事 向聰明通達人藏起來 那些以為自己有料的 以為自己有學識的 上帝將他的真理向他藏起來 向嬰孩就顯出來了 嬰孩就是甚麼 嬰孩就是一種最單純的心 其實我們今天要經歷上帝 要在種種的混亂的世界中了解上帝 是需要有個嬰孩的心 即是回復一種的原初的單純 那種的天真 一種好像小弟哥 嬰孩那種單純和天真 是最能夠接觸到上帝來的訊息 如果我們已經有了整套的神學哲學 以為自己是最對的 結果我們就將神學哲學取代了上帝 或者有一套的政治意識形態 我們又會將政治意識形態來取代上帝 而那些才是上帝 不是真的 上帝是生命來的 是一種親情的一種愛 是我們在心靈深處可以去經歷的 不是用一套東西 就可以以為代表上帝 這個是人在上帝面前 最重要的謙卑 所以耶穌基督在講到這裏 後面他就提到他的心是柔和謙卑 就是耶穌基督是一個柔和謙卑的心 面對著一個非常惡俗的世界 而那時他就說了很重要的一句說話 就是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人可以到我借女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怒苦擔重擔 其實我們今天面對著這個世界有很多重擔 這個世界有很多無端端的批評、攻擊、毀旁 或者無端端來的衝突、仇恨 有各式各樣的人逼你跟從他認為對的思想 以為他代表真理 如果你不跟從他就會罵你或者打你 面對這個時代 我們真的很大重擔 現在生活也是很勞苦 因為好像我們今天面對又要有病疫 大家如果做生意的 做小生意的人就很艱難 遊客又在香港 遊客又少了 那些人就 無論做哪種店舖的生意都難了很多 那美國更加是 美國就因為病疫 很多人失業 大家都是很失望 又不知怎算很迷惘的時候 這些就叫勞苦重擔 大家背著很多重擔 生活的重擔 也有自己人生的種種的罪過 種種的罪 種種的苦楚 內在的辛酸低 這種的重擔 我們在一個勞苦重擔的壓抑之下 很多人 其實都會遭遇很多很多不開心的事 不開心的事 耶穌說 煩苦苦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自己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到安息 安息 去到耶穌那裡 你會得到安息 因為耶穌是超越了 現世的惡族 那種人定的指為事的真理 他讓我們的心 是進入一種 跟上帝內在的交往 當他進入交往 他之際上有他的定義 有他的安排 因為在一個這麼邪惡的世界 因為在耶穌的時代 羅馬帝國 剛剛耶穌出生的時候 加利利曾經有一場的造反 後來都被羅馬大舉鎮壓 很多人釘十字架以死 在一個很殘暴的時代 但是耶穌知道 上帝的安排 包括他自己 都要釘十字架 但是他釘上十字架 是讓他的痛苦 承擔人類的苦難 和罪過 結淨人的罪 結淨人的內心 他作為上帝來到人間 他不是一個聖人 他是上帝來到人間 他是通過他自己 無盡的苦 來擔當著人類無盡的苦 然後用他的痛苦 代替我們的罪受懲罰 他讓我們的罪得到寬恕 這個是耶穌基督所做的 當他做這一切的時候 他將我們的重擔擔了 你去到他那裡 就得到安息 所以他說 我心是由我謙卑 如果你好像耶穌這樣 去到一個謙卑的 不自以為是 不自以為自己 擁有真理的 一種這樣的謙卑 那就變成真正的真理 因為耶穌基督就是真理本身 他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非我沒有人在那裡扶親 真正的真理 是要放下自己 那一套字以為是 的真理才能夠了解 這個是通過謙卑 通過放開 才能夠了解真正的真理 所以他是柔和謙卑 要柔和謙卑 那時候他的欺騙就很輕散 就是說因為他要背負的 其實是人類的苦難 當然是很嚴重的 但是他作為無限者 他能夠消化了人類的苦難 和罪惡 他的欺騙就變得容易 因為經過上帝的潔淨 心靈就可以進入於上帝相關 當你和上帝相關而體會他的愛 你再無條的愛去幫助世人 你走出去 去安慰人 去鼓勵人 對受苦的人去支持 這個時候才可以講公義 公義就是帶著慈愛 所謂行公義好憐憫 全謙卑的心 與上帝同行 就是行公義的下一句是好憐憫 全謙卑的心 就是說 你有個謙卑的心 然後有憐憫的心 然後再看到世界不公平 不公義 用你的所有能力 去使這個世界的人 得到安慰 醫治他的輔助 也改變到他的處境 這就是我每個教徒 一個努力去做 讓他得安慰站起來 走出心靈的迷汁 而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無天的愛 去真正改造 人類那個邪惡的世界 讓耶穌基督死而復活 帶來的新的力量和希望 作詞